主日三分钟 天主子女如何回答世人的诗问 第七集 为什么天主教向母顺德的孩童施洗 当遇上教外朋友问我们 天主教会为什么向孩童施洗 我们还可以引用《生药圣经》中 初期教会的一些事迹来解答 圣经有充分的情景证据 令人毫无疑问 早期教会是为儿童附洗的 由保禄书信和《中途大事录》里面 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施洗 很多时候是一人领洗 全家领洗 而全家当然包括家中的小孩子 保禄曾经说过 我还给斯特法纳一家父过洗 《中途大事录》记载 天主教外帮人科尔纳略 邀请伯多禄来家里说到 使你和你全家得救 伯多禄谁吩咐人 以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父洗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基督的救恩从来不仅是个人的 而且也是全家族的 圣经没有提到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了 反而提到 你信主耶稣说 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 在圣经的救恩时中 上主的救援总是临到一人一家 乐压全家进入方舟 天主和阿巴郎和他的后裔纳约约 和达味和他的家室纳约约 直到天主为自己的亲子耶稣 建立的纳杂纳圣家 都是以全家作为救援的对象 纳杂纳圣家 圣继阿巴郎和他子孙的传授 在耶稣诞生满八日 就和他行各选礼 这个基督的各选 在新约取代旧约之后 就变成为婴孩诞生满八天 领受圣试的预诀 救恩既然是临到一人一家 一人受试 全家不分老少一起受试 是性教会一贯的传授 当众家中的成年人 当然要有信德才能够领试 而未达理智年龄的义童 没有信德也都可以领试 家父文献中 圣衣纳内的反义说 大尔都良的论洗礼 奥力镇的讲道杂 都有为儿童施洗的直接证据 所以依照圣教会的传授 应该尽早领受洗礼 以去除祂的原罪 挂得基督超圣的生命 成为天主的言语 加入教会圣家庭 领受信德的徒成 到了理智年龄 再领受坚振礼 实践由待父母所代发的洗礼誓愿 求主恩赐我们能够持守坚定的信德 依从圣经和天主教教理 肩赴福传使命 增强教爱朋友对天主教会的理解 更为普世基督信徒合一与共欲 作出一点贡献 感谢观看